好 我們上禮拜介紹到 加熱製程當中的擴散製程 那擴散製程主要是用來摻雜 半腦你在使用摻雜的時候所用到的製程 那如果從上禮拜請你所介紹的 一個半腦裡面如果有摻雜的存在的時候 你在加熱的時候會發生擴散 那發生擴散擴散又是一個非等 它又是一個等向性製程 所以各個方向都會發生擴散 導致擴散變嚴重的情況下 你的通道長度那個雜體長度就會差也太大 所以這種掺雜方式只有在早期 通道長度很長的時候才會使用 這個單位是錯的 這應該是麥可命的不是明明的 麥可命的 麥可命的 這是點一殺麥可命的 點二五點五點五點一二 早期在麥可急的時候 受者的摻雜會使用擴散 而他的摻雜是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前面的人就有這邊最想到 今天如果要在一個半導體上面 做局部的摻雜 在半導體上面我要做局部的摻雜 那不想摻雜的地方怎麼辦 不想摻雜的地方 就要有一個沉積一層氧化層 這層氧化層就是一個摻雜的摻雜層 它就是阻止摻雜或會擴散進去的一個摻雜層 那這個氧化層呢 沉雜的成績一直整面的成績 有整面的成績 然後呢我需要局部的做10顆 局部的10顆掉之後 接著就開始做摻雜 而這個局部的10顆的過程 如何讓它們局部10顆呢 就會扯到我們下一小節目介紹的唯一過程 唯一製成 那首先把這一部分的 也化成10顆完之後呢 接著如何讓摻雜層進去呢 如何讓摻雜層進去呢 就是我們先打到探討 基本上也是使用矽態的前驅物 矽態的明刻色 如果今天你要參加打的是孔三組元素的話 我們會選用的氣質就是B2H6 B2H6 在高溫的環境下通路B2H6 還要再通路氧氣 B2H6跟氧氣在高溫的情況下會形成B2O3 B2O3跟H2O這兩個 而這兩個呢 很明顯 一碰到孔 碰到孔之後 就不讓孔的氧化 氧化成二氧化性 而二氧化性喔 這個孔會包在這個二氧化性裡面 所以它雖然產生的是 SR5加3Goro 但是實際上 這個Goro是包在二氧化性裡面的 是包在二氧化性裡面的 那一模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成績的是五族元素零的話 通常會是用PoCl順 針對PoPo PoCl順通陽鏡之後 會形成P2O5加濾氣 然後呢 在高溫的環境下 跟SR5的 有關性的反應 變成二氧化性跟零 那基本上它就會變成二氧化性裡面 含有五元素零 所以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星期半 你可能這裡要參雜三氧化五族元素 其他地方如果不想要參雜 就沉浸著後的氧化成 後的氧化成就會阻止 參雜物扣散 因為參雜物在氧化前能過散速度很慢 那剛剛講的 當你使用了 B2H6加上O2之後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然後 TUG-SICK產生二氧化性 並且裡面含有O2 或者是什麼呢 PoCl順加O2 在高溫的環境下 TUG-SICK也會出發一種SR5 配上零粒子在裡面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回到剛剛的 Requestion 這裡 我們回到剛剛的Requestion這邊 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是 要動作Boro的話 會使用 V2H6加上O2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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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在900度左右 然後呢 因為通進去之後 Theme Wafer的表面 你通B2H6 加上O2 它們跑到C表面之後呢 會跟C 反應 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SIO2 加上O 再加上其他的 浮產物 而這時候呢 因為有O2 一定會氧化 有H2 可以加上去氧化 所以最後它就會氧化出一層 它就會氧化 氧化這層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會氧化這層成為 XIO2 讓它們的Lineas含有 高溫度的Foro 這種絕緣層 稱之為BSG 因為二氧化形 就是我們俗稱的玻璃 喔 把它講成是蓬玻璃 所以這叫做 什麼呢 蓬玻璃 或者叫做蓬性玻璃 Boro Boro 跟SIO2 這就是在同系玻璃 所以呢 首先 你在通這個氣體的時候 你只要一直通 它就會持續的氧化 Boro 就會持續的 它同這個系玻璃就會越來越多 Boro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呢 只要你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因為這裡面有高溫 濃度的洪 而斯尼克裡面的濃度 濃度低 它就會發生 擴散 擴散 所以在通這個氣體的時候 在高溫再通這兩個氣體的時候 它同時就這樣呢 一邊氧化 一邊 擴散 所以絕大部分的 絕大部分的智神會怎麼做呢 絕大部分的智神是 B2H6 通氧氣 通進去之後 可以它一段時間 通常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上一拜講的 整個加熱智神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首先 在待機 Standby 的環境之下 只有N2嘛 Standby 在待機的狀態下 Standby的時候 可能是400度到600度之間 然後呢 晶圓放進去之後 升溫 升到你的製程溫度 Maybe 900度 Maybe 900度 900度之後呢 才是同整氮氣 然後呢 這時候就來了 B2H6跟Moto要先開哪一個 告訴各位 通常的含有 Boro 或是FastFast的器 都有 只要你看到 是陌生的化學室 除了大氣中自然存在的 氧氣 氮氣之外 大物品 都對人體 不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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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H6是一個 盡量不要殘存的東西 所以會先開哪一個呢 會先開氧 氧氣一陣子之後呢 才會關掉氮氣 剛剛講 上禮拜說過 爐管開氣的一個很重要法則 就是 氣體不能夠用尖端 氧氣開完之後呢 等氧氣也穩定了之後 才是開什麼呢 才會開B2H6 而氧氣就一直開著 B2H6一打開 B2H6一打開 氧氣一打開就會氧化 但是這時候氧化裡面沒有崩隆 就是純雷塞爾庫 然後呢 B2H6一鬆進去呢 它一邊氧化 一邊崩隆就會 在裡面 而 在開的過程中 它一邊氧化 一邊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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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等於是 就是 只要你開著氧 它就會氧光 只要你開著B2H6 它就會開始一直會有參長 然後呢 等到你一般都怎樣呢 觀點是先關B2H6 確保必去B2H6消化完 消化完之後呢 接著開氮期 確保Open Lab一定的時間大約5分鐘 才關掉 然後呢 接著就來了 會馬上降溫嗎 不會 它可能還要持續繼續擴散 擴散到不必要的深度之後 才降溫 才拉出來 所以整個製程是這樣 整個製程是N2 升溫 開氧氣 關氮氣 開B2H6 關B2H6 再開氮氣 關氧氣 然後呢 再維持一段時間 再下來 好 那這時候呢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到 有開B2H6的時間 就是你正在參雜 可是你關掉B2H6 就沒有繼續參雜了嗎 開B2H6只是告訴我們什麼 只是告訴我們成長出來的這一層 SIO2裡面 這個Boro濃度 一直有在補充 一直有在補充 這個Boro 同時因為在高溫 它同時也會一邊擴散 而當我B2H6關掉的時候呢 B2H6關掉 冷氣也關掉的時候 它只代表什麼 它只代表這層的厚度 固定了 不再繼續氧化下去 對吧 B2H6關掉 O不關掉之後呢 這個 所謂的BSG 磅氣玻璃 磅氣玻璃就不在身上 SIO2就不在消耗 當你氧氣關掉的時候呢 SIO2就不在消耗 不在氧化 但是 擴散這個行為 依舊持續 所以 只要有溫度還在高溫 它就會持續過來 甚至在降溫的過程中 只要溫度過高 它都還在擴散 等到降到 例如說600度以下 都可能已經不太會跑了 因為溫度已經不夠高了 那它才會 停止擴散 所以就知道 整個爐管的製程當中 只要在高溫的情況下 它就會開始產生 產漲 而通B2H6的時候呢 就是一直灌它新的波容給它 而波容一灌掉之後呢 它只是新的波容 沒有再繼續產生了 但是原本就已經 殘雜的 濃的BSG 它會持續擴散發生 持續擴散 整個高溫的步驟 整個高溫的時間 從B2H6開始 一直到 降溫之前都一直在發生 殘雜擴散 而 之前跟各位講過 乳管的 降溫是 緩慢的 所以呢 早期這種殘雜的製程呢 它的接電深度都會 比較深 側向都會比較嚴重 所以 這種都是我早期 大尺寸的電子元件的時候 才會有這種做法 因為它整個的摻砸時間 非常的長 這個從這裡到這裡 甚至還有降溫 通常降溫是最久的啦 降溫時間是拉最長的 降溫時間通常是拉最長的 拉最久 這就是早期的做法 那一模一樣的做法 只要改成什麼呢 B2H6 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PoCl3 只要換成PoCl3呢 它就會變成 什麼呢 含有0的SIO 含有0的SIO 這個我們稱之為 PSG 0C玻璃 含有0的C玻璃 C玻璃就是SIO 含有0的C玻璃 所以如果頭腦騰熱化學 的話一次就知道 B2H6跟氧氣衝進去之後 它會跟 Cl 反應成什麼 2氧化系配上什麼呢 裡面會有火弱 但如果是 PoCl加進去 Circu0之後呢 它也會形成 2氧化系配上0 而這個靈會在哪裡呢? 靈會在二氧化系裡面 你不要跟我說 這二氧化就成長出來 這個是吸出喔 它不是吸出在外面 它是焊在二氧化系裡面 邊氧化裡面就有很多的靈 所以你看 這就是 所以它比較暢達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消耗你的SIM的表面 這個圖會畫得更多 它會氧化下去 它會氧化下去 氧化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一層氧化物 這氧化物就是PSG或是PSG 然後呢 邊成長邊擴散 它就會一直擴散 擴散到它的深度維持 會擴散 所以它會去邊氧化 一邊擴散 那當你把氧氣關掉的時候 它停止氧化 但是只要高溫還在 它還是會持續擴散 會持續擴散 會持續擴散 所以這種做法 早期的餐雜其實擴散製成 你沒有辦法獨立控制 餐雜的濃度跟深度 因為越表現的一定是越容易的 越下跌的一定是越淡 因為它是從某一個東西 淡發狂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餐雜擴散方向是能下跌 四面八方都會被餐雜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做成小文件 所以在最新的餐雜技術 都已經用擴散製成 才用離子負責 那離子負責的技術 我們後面會提到 後面會再提到 所以你看 BST-VOLO氧化上去之後 氧化上去之後 你如何要形成超淺界面呢 這就代表什麼 你的熱不能夠太高溫 或者是時間太長 整個熱幾吋 就是溫度乘時間 要越小越好 溫度越高度再越快 時間越長擴散越久 都不好 所以最早有什麼快速 升溫裝置是這樣的 你在低溫的環境下 形成這個BSG 代表這個BSG 不是氧化吸機板 回過頭來這邊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你通的氣體 只有B2H6加O2 而這時候你的Sneak來源是 機板的話 是來自你的微風表面的話 那它就會消耗C的表面 那你的氧化出來的 應該是這個樣子 如果這是R3 這是R3 如果是B2H6加O2的話 它應該會氧化 然後下面會浪下去才會 因為它膨脹 上下都會消耗 這叫做氧化 那如何 那如何 可是只要是氧化 氧化的話 基本上都在900度C以上 所以你邊氧化就會變擴散 所以你知道 邊氧化它就會擴散 那這樣的話 就永遠沒有辦法 形成超淺界面 所謂超淺界面 就是擴散這個度很淺 那 特本現在這一頁的超淺界 它是怎麼做呢 它其實不是靠氧化的 它靠的是層級 也就是說 它二氧化性的原材料 都是額外添加的 它是怎麼做呢 它其實是B2H6加O2 但是你還可以加什麼呢 加鎖料 那一般它可能會不見得有O 可能有NUO 當然也有O 這時候你會發現到什麼呢 這時候 這裡有氧 它就不會用到700體質的氧 而這種溫度就可以比較低 它可以在700度C左右 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氧化成二氧化系 所以它可以完全是乘基層 B S G 也就是說 它用的Think 不是用基板的系 而是你額外再鋪一個 反鏈系 系往前 我們前面講過有AB 只是它的條件跟AB不一樣 它這個條件可能是 後面講到AB的時候 會再講到 它用的溫度 它這種通常會在低溫 低壓 溫度挪泥 在700度以下 會在700度以下 使得它在乘基的時候呢 還不太會擴散 或是擴散的程度上 所以就單獨的乘基這一層BSG 這層BSG 我認為應該不到650 我對這個沒有很熟 因為這層BSG 這層B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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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時候就是成績延續 而它還不太擴散 難免會有個變變小擴散 但可能不多 可能不多 然後接著再給它 什麼呢 這個成績完後 關掉 接著呢 給它額外的加溫 怎麼加溫呢 像快速的升溫 快速的升溫 快速的降溫 這樣子 那它在升溫 降溫過程中 就會形成 擴散的超前介面 就是課本這邊所提的 來 使用RTD 等於是怎樣呢 我先沉進BSG 這個BSG不是靠兩化基板來的 是額外通 細碗相關的氣體 直接沉積二氧化系來的 不是成長二氧化系 是沉積二氧化系 並且裡面還有Bolo 然後呢 再使用快速升溫系統 達到很短時間的加熱 超級短的時間加熱 讓它散 這個加熱時間 可能只有 10秒 20秒 或30秒 基本上不到1分鐘 不到1分鐘 跟爐管動不動就是 要以小時來記憶 差很多 等到它擴散完之後呢 表面這BSG就不需要了 再利用 我們上禮拜所介紹的 10顆二氧化系最好用的滑雪液體 是什麼呢 輕活酸 再使用輕活酸 把BSG 10顆量 再使用輕活酸 那這時候回過回來補充 我們上禮拜說這樣 10顆二氧化系的溶液 10顆二氧化系的溶液 10顆二氧化系的溶液呢 基本上 在 無塵室裡面 你主要看到兩種 第一種就是純的輕活酸 那通常怎樣呢 需要稀釋使用 你會需要稀釋 這是純的 你會即使稀釋 十倍百倍千倍都可以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是氫弗酸 KH4 F 這個叫做 巴夫 阿塞 H 簡稱 BOE BOE BOE跟氫弗酸的差別是什麼呢 這個BOE的比例大約是1比5或1比6 它主要是靠什麼呢 NH4的氨磷子會綁住佛粒子 也就是說 它是靠佛粒子去十顆二氧化系 而只要這裡佛粒子的濃度變少 它就從氫弗酸裡面佛來 從它的佛粒子 它的十顆速度會比氫弗酸來的緩慢一點 慢一點 慢一點 純的氫弗酸當然是最強的 純的氫弗酸是最強的 BOE的十顆速度比它短一點 因為有時候十顆速度太快 你會掛紅劑 你會掛紅劑 通常都會使用BOE過的是稀釋的BOE BOE也可以稀釋 也可以去稀釋 所以只是告訴各位 基本上層次裡面 不太會使用純的氫弗酸 你只要看到是HF 通常都是DHF 就是百度的HF 而通常百度的HF 是用來驅除什麼呢 你在清晰步驟中 額外產生的 Kickle 阿彩 或Naked發財 可是這些都是很薄的阿彩 上禮拜講 如果大概只有十到二十秒 這個很薄很薄的 Kickle 阿彩 或Naked發財 就可以被吃掉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吃這個BSG 吃掉這個BSG 這個BSG 這個BSG 可能數十內容一分 可能幾百英雄 你還用這個氫弗酸 打一個氫弗酸吃就很麻 用純的氫弗酸 又太快太浪費 因為你可能會黏其他 不代替想吃 你用這個飼料 就會是用BOE BOE的速度比 純的氫弗酸慢 但又比西式的氫弗酸快 所以 無辰酸裡面也吃S1 只要吃的是厚的S1 絕大部分 都是使用BOE在吃 所以就介紹另外一個氫弗酸 叫做BOE 八顆拉賽HN 它是HF跟H4F的混合氧弗酸 大約1.6 左右 那摻搭就摻搭進去之後呢 怎麼看摻搭濃度有多少 通常就是測電子 用四點碳升測電子 測電子 會看到什麼呢 摻搭的濃度越高 電子率又就會越低 電子率就會越低 電子率就會越低 摻搭的深度越深 電子率也會 變小 所以一般我在測遍電子率的時候 通常都看它的主值 主值通常越低 就代表能度越濃 深度越深 這兩個很難獨立控制 這兩個很難獨立控制 在傳統的擴散時期當中 而什麼是四點碳升呢 四點碳的原理很簡單 是怎樣呢 四個點 有四個碳升 碳下去之後 所以外側的兩個碳升給電流 所以電流可能從這裡 從第一根流到第四根 在流的過程中 摻雜物本身它就是有電阻 電流只要流過去就會存在 電位差就會存在電位差 用這兩個碳升來算什麼呢 電流從P1流到P4的時候 在P2跟P3之間產生的電位差 這兩個量出來 I是給的 V是量的 兩個相局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這兩個之間的電阻值 這兩個之間電阻值 所以我們可以量到電阻 量到電阻值之後呢 再根據公式 半導演電阻的是什麼 半導體你所量到的電阻值 等於這個RODE就是 半導體材料的電阻值 然後呢 乘上電流流過的長度 也就是你這半導體的長度 也就是剛剛講的 四點碳升裡面 裡面的兩根針的距離 除以截面器 截面器是什麼呢 電流流過去的截面器 電流在半導體裡面流過去的截面器 等於你摻雜物的深度跟原件的寬度 就是你的面積 所以 這個面積就是電流往這邊流 這邊流過去所看到的截面積 而這個截面積是什麼呢 原件的寬度跟摻雜物的深度 寬度層深度就是電流流過去所看到的截面積 所以 所以 所以兩道的電阻值 就等於 兩道就等於電阻率 乘上長度 除以截面器 而截面器就是原件的寬度 或者說你摻雜這個區域的 摻雜的總寬度 跟總深度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呢 長度跟寬度是你可以決定的 就如我前面講的 當你決定你的摻雜的形狀的時候 當你的形狀固定的時候 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長度跟寬度就固定了 你摻雜的面的形狀長什麼樣固定了 L跟W就固定了 所以當你這兩個知道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所謂的 騙電子 騙對的就是roll true 也就是你來拿到電子 把這個除過來 除過來 也就是乘以為之處於類的情況下 就可以得到騙電阻止 騙電阻止 騙電阻止 什麼叫退火呢 退火是一種加熱制裁 這個制裁是可以幹嘛呢 是將晶圓加熱 然後產生所 產生要發生物理或化學電化方面 所需要的能量 這個過程叫退火 講得非常的理論 那實際上 所謂的退火就是什麼呢 提供足夠的熱能 提供足夠的熱能 讓裡面的原子分部排列 可以重新排列好 重新排列好 這就叫做退火 這就叫做退火 那退火上就在什麼時候呢 常入在離子負質結束後 所謂的離子不只 就是將你的殘雜物先給油離 比如說BORAL變成不離子 零變成零離子 先把現在的系統 這個系統叫做電漿系統 我們未來會提到 在電漿系統裡面 將你的氣體 中性氣體 給油離化變成離子化 變成離子化之後呢 離子就帶有電荷量 離子就帶有電荷量 帶有電荷量離子 我們就可以用電廠把它萃取出來 利用電廠加速 電廠可以給它方向 給它力量 萃取出來之後呢 將這個離子呢 打入晶圓表面 打入晶圓表面之後呢 打進去 打進去你可以控制它的能量 打進去的能量越大 它它的深度就越深 而打進去的時間越久 它的殘雜濃度就會越濃 所以濃度跟深度可以獨立控制 而數量也可以用打進去的數量 或者是什麼呢 時間 我每秒出入多少顆 我做的時間越久 就可以打進去越多顆 深度跟濃度可以力控制 可是這種過程 你將離子印注入到 細晶圓表面裡面去 就相當於哪顆球 就塞進一個固體裡面去 所以在離子打進去過程中呢 會破壞的 額外的原子排列 因為等於是加了新的原子進去嘛 原本周期性排列非常好的細原子 你拿額外的原子把它塞進去 硬起進去 再打進去的過程中 它就會發生撞擊 高能量的粒子 高能量的粒子數 撞擊到細晶圓表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裡面的細原子 產生碰撞 產生碰撞的過程中 它就會一直被減速 高能的粒子撞到後 會產生反彈 然後被減速消耗能量 最後損失所有人量就停下來 可是在那種狀況過程中 就會破壞你的細原子的金額排列 這時候你搭壞了 離子複子之後呢 你表面的細晶體 可能已經變成 非晶了 可能變成浮晶或非晶 而不是單晶結構 而這時候呢 我們要去修補我們的 金額 就要加入 利用高溫 給原子足夠的熱能 讓這裡的原子重新熱運動 排列成它在 化學能最低的位置 也就是它在金額的點上 所以 為了修補 金額的損傷 沒有離子複子所造成的金額損傷 要修補它 這個加入的製成就成為退火 而在退火的過程中 除了被打壞的細原子 回到細原子的位置上 你摻砸進去的摻砸物 它也會跑到細的 細原子的位置上 要取代它 才會發生摻砸的效果 所以在 在退火的過程中呢 在恢復單晶結構 並且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位置 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位置 它才可以變成動能 它才可以提供變質或變動出來 那這種摻砸物取代原來細的 金額位置的這個過程 就叫做活化 活化 離子複子只是讓它存在在裡面 但是存在在裡面 不見得它們會發揮電系的效果 摻砸物要發生電系的效果 它必須要跟細產生間接 那要跟細產生間接 它就必須要怎樣呢 它就必須要去搶走原來細的位置 來去跟其他鄰居的細產生間接 那這個過程就叫活化 所以退火 它有兩個用意 一個是恢復結構 第二個是活化 摻砸物 因為高均的過程中 原子會利用熱情快速的運動 尋找自由的最低的南均金色位置 來修復南均的結構 那在修復的過程中 你摻砸進去的摻砸物 也會變成南均結構 也會取代原來細的位置 所以簡單的來講 一個細菌也排列得好好的 鼻子打進來 被打個亂七八糟 被打個亂七八糟 摻砸原子也摻砸在裡面 一個熱隊火炮 全部都排列得好好的 全部排列還好之外 你的摻砸原子也排列得好好的 取代原來應該有細的位置 它會排列得好好的 那當然你打的 你打進去的原子越多 你的體積當然就會慢慢的 會有點膨脹 因為通常的細的原子數量 再增加 你有新的冠進去嗎 對不對 只是這個冠進去的齁 幾乎很難形成一層原子層 因為這個原子層需要 前面講過 它的原子力度是5乘以4的 22次方 每代位體積有這麼多 我們參長能度只有10個數字吧 差很大 差很大 大概每一百萬個細 每一兩百萬個細原子 才會有一個被取代的 所以非常少 這樣很少 這個比較多貴 但是要特別注意到 退活是個高溫支撐 你退活在修補金河的當中呢 千萬不要忘了 在修補金河的時候 高溫只要存在 擴散就不繼續發生 所以雖然你參雜進去 在局部的地方 在局部的位置被參雜了 你在修補金河的公式 它也會發生 擴散 所以 這個熱腿的技術呢 現在也在要求 時間要穩 時間要穩 所以也會需要使用快速熱腿 不然在修補的過程中 也會繼續擴散 因為在早期 早期都是使用高溫爐 但是高溫爐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時間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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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造成參雜物會擴散的問題 即使你在固執的時候 用磷子固執 可是你在退火的時候呢 會有擴散問題 所以現在全部都該使用 RPA Repeat thermal anneal process 快速加熱 退火系統 而因為RPA是單電製程 然後呢 槍體非常的小 所以熱的距離控制度 會比較好 因為它槍體小 比較容易控制好 每個地方的溫度 如果很大一個 很大一個人 你要確保每個點的溫度 都要一樣 會比較固執一點 所以RPA的機台的溫度控制性 會比較好 那一般RPA通常都在10秒以內 就結束了 而且它可以瞬間 極短在幾秒鐘的時間內 從室溫上升到170 然後到170之後之後呢 馬上就下來了 馬上就下來了 因為槍體小比較快熱 還比較快 因為槍體小比較快熱 那還有一種需要 退火的就是要做 合金化熱處理 Alloy Alloy是什麼呢 通常半導體元件 是使用半導體材料製作 可是最後要做成電路的時候 還是需要金屬連接線 要需要拉線 要有金屬連接線 將它的電位給拉出來 或是說將電壓給傳進去 所以呢 很多地方會出現金屬跟半導體的 接觸 兩種材料的接觸 金屬跟半導體在接觸 而金屬跟半導體接觸的時候呢 產生的接觸 我們稱之為硬質接念 而這個硬質接念呢 就會產生一個電阻在那邊 因為從材料A到材料B之間 電災在流動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電阻 叫做接觸電阻 而為了讓這個電阻值降低 就會使用加熱制程 加熱制程就可以讓這兩種 兩種比如金屬跟錫 融合在一起 變成金屬細化物 變成金屬細化物 那它在接觸的地方 就燒成了矽和金 那它也變成金屬了 那它就可以降低兩種材料之間的接觸電阻 所以 所以 這種熱熟就稱之為Halloe 合金化的熱熟力 它其實就是為了降低金屬跟半導體接觸之後 所產生的接觸電阻 為了降低這個電阻 給它加熱 讓它冷靜 變成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我 加熱在一起 就不會有明顯的界面 沒有明顯的界面 就不會有一個明顯的接觸電阻 這就是Halloe 而現在的半導體製成的Halloe的金屬呢 最早期是碳 後來變成烏 現在變成涅 所以現在的金屬Halloe 都是使用涅金屬 早期最早是碳 碳金屬就是怎樣呢 你曾經整成碳金屬 而 只有在金屬跟半導體接觸的地方 加熱的時候 它產生特急 而在絕緣層 這個SiO2的表面有金屬的話 金屬跟SiO2不會合結 所以你只要是加熱 只有在金屬跟細的接觸的地方 會產生合結 就會產生這種 粉色的合結 而沒有施力可能的地方 沒有半導體的地方 那就不會跟金屬反應 像絕緣層不會跟金屬反應 側面的絕緣層不會跟金屬反應 接著呢 你再把金屬給移除 用什麼容量來移除呢 我們上來介紹過 什麼酸鹼對於金屬的實施性最強 瘤酸 SPM 瘤酸加霜位水間複製金屬 所以在金屬細化物 形成之後呢 使用瘤酸SPM 把整個還沒有反應完的剩下金屬全部洗掉 只留下金屬細化物 比較就會被瘤酸給洗 可能要留在這邊 就形成了 就形成了金屬粘化物 那這時候呢 再來金屬連接線的話 就變成金屬A跟金屬B的接觸 那金屬A跟金屬BB都是金屬 所以他們一時之間接觸電阻就很小 但是金屬如果跟瘤酸米接觸的話 這個接觸電阻就會比較大 就必須要先合結 就把它融在一起才行 材料跟材料接在一起 是會產生電阻 而一般業界的熱退火 這個就是更detail 更detail通常都不會是一階段 為什麼呢 同樣是金屬細化物 它又會分為 金屬細化物的微結構裡面 不同的香味 不同的見解 它的變質是會不一樣的 那通常呢是怎樣呢 通常要比較高溫的溫度下 才可以形成變質質 比較低的FACE 高溫的環境下 才可以形成變質質 比較低的FACE 可是為什麼現在的退火 都是先低溫再高溫 你為什麼不一次高溫呢 因為金屬在跟施力肯 融合在一起過程中 金屬跟施力肯 會產生interviews 會產生互相擴散 因為要因此要融合嘛 因此要融合 因此要融合就是兩種元素 會彼此擴散 那如果是鈦的話 鈦跟系的接觸通常是傾向 讓你系跑到太裡面 那如果是鈦跟系的話 通常是你也喜歡跑到系裡面去 而如果我想要形成 電阻值比較低的輕速系化物 我需要比較高溫 但是比較高溫 就代表擴散會比較快 那如果擴散太快 使得我的金屬已經穿破了你的junction 那就短路了 你的元件就毀掉了 就好在這裡 對於Morz Bay而言 這時的PN junction 這時的PN junction 我基礎系化物是想要再表演 可是如果我在形成基礎系化物 加溫的時候 如果溫度太高 我融資高溫時為了形成 電子比較低的心理系化物 可是在溫度高的過程中 金屬會擴散 萬一擴散跑到 junction 正下面 那就會讓平坦坦變成金屬 就直接短路給它連接在一起 因為金屬都跑下來了 金屬跑下來了 就貫穿整個PN junction 那原本這兩個要的電位差的 那金屬是冷電位啊 你貫穿下去之後 糟糕 你的巴黎跟你的Source 或你的醉 就直接斷路了 就不行 所以 所以在做金屬新化物的時候 又很害怕金屬過量 鑽到半導體裡面 所以通常會先怎樣呢 先在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因為溫度低 它比較不會擴散 溫度低的反應下 先讓表面形成金屬新化物 因為溫度低它比較不會擴散 只是這個金屬新化物的結構 是比較不好的結構 電子是比較高的結構 沒有關係 我重點是先形成金屬新化物 並且確保這個金屬新化物 會有多的金屬貫穿下去 所以低不低溫是為了幹嘛呢 避免有金屬會鑽到 PN角色裡面去 然後接著呢 就趕快用流算 把多的金屬全部洗掉 全部洗掉之後 留下的金屬新化物 變成金屬的含量 就很有限了 因為大量的純金屬已經被移除了 剩下的金屬是跟 新成金屬新化物的金屬 那它已經被矽 合金了嘛 它也不太會跑 在這時候呢 再用第二階段 高溫的退火 改變它的物結構 變成電子質比較低的 face 電子質比較低的向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金屬新化物都採用兩階段 為什麼不直接去階段 因為如果直接去階段 直接讓薄溫 它會灌溫的受菌 造成受菌的灌溫 所以通常是先低溫 確保金屬量夠 我只要去階段金屬就新了 然後又不會貫穿 然後再把大量的金屬給移除 然後再升到 再高溫的位置做第二階段的退火 來改變它的face 所以你會看到 早期在0.35前用的是鈦 0.25到90那米使用的是鈦 那如果是鈦的話 第一次退火450 第二次退火可以到700 這個對現代來說太高 如果是早期的鈦呢 早期的鈦的話 甚至會用到750度C 那個鈦太嚴重了 現在都是炒低溫化 NICO只要多少 NICO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的溫度 都不會超過450 溫度很低 只要400公分就可以了 就是你 在65nm以後 細胞就開始使用力 直到現在 就不再去使用鈦更開 因為它們要形成鈦肌 比較低的face的溫度都太高了 現在都在追求低溫化 因為如果你的溫度 是在750度退火 你為了要形成金屬 就要使用750度C 我們前面講過 只要有任何加熱製程 都很久會擴散 所以 如果你在使用750度C 以上的溫度退火 雖然形成金屬氣化物 但這個鈦肌又會再繼續擴散 又會再繼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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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半導體製程當中 它會再朝向低溫化走 低的熱情存放上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DOPEN的國防 DOPEN的位置對於電信影響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原件越小 這個DOPEN國防 摻雜物的形狀 控制就要越好 控制要越好 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熱情存就要越低 避免它ROUND 避免它ROUND 所以你看 最害怕熱門的是誰 鋁 鋁只要500多度就融化 鋁只要500多度就會溶解 所以鋁 如果在 一般鋁 如果在400多度的情況環境下 鋁很容易溶解到吸力的裡面 然後呢 產生了肩膚 這稱作為SPIK SPIK 它可以按MG SPIK 就變成有什麼 有監督出現 一有監督就會短路 所以 很早前到期之前 金屬連接一件是用鋁 可是鋁很快就會被氣也無用 因為鋁會溶解到SPIK裡面 溶解太多了 鑽得太深了 因為鋁又很小片 鋁這個金屬原子又很小 所以它太會跑 所以現在基本上 不使用鋁去跟SPIK做接觸 鋁反而都是怎樣呢 反而前面都有很多金屬 連接完之後 最後才使用鋁 因為鋁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電阻值比較低 它的電阻值比較低 但是它溶解太低 溶點太低又太會轉 所以鋁都會拿在比較後段子才會使用 比較前段的跟Sink 空到的地方不會使用鋁龍 所以我們先講過我們參採的鋁龍跟參採的FSPIK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鋁玻璃或是鋁玻璃 那早期還有一種玻璃叫做 除了PSG跟BSG外 還有一個叫做BPSG BPSG也是一種取緣層 BPSG拿來幹嘛呢 裡面的鋁龍跟FSPIK濃度不高 它不是拿來參採用的 它是為了 將你的棒棒圓件做完之後 要全部覆蓋好 保護好 使用PPSG 為什麼要PPSG呢 因為當你原件做完的時候 你的覆蓋和護側跌上去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原件有高低高低 因為原件本身的表面不是平坦 它有高有低 所以在層機保護層的時候 也是有高有低 而這時候為什麼需要BPSG呢 不是為了燦炸零件 而是BPSG 它可以在加熱的環境上它會軟化 它會軟化就會像性能一樣在流動 我不是想來問我聽過一句話 叫做玻璃是這種問題 玻璃放久了 它會慢慢慢慢慢慢 底下會越來越厚 上面會越來越滑 只是它流動非常好 你們沒看到 純的SIO2 基本上它很耐溫 它不太會軟化 可是呢有參雜屋的二氧化型 就是BSG PSG 或者是BPSG BPSG它的軟化溫度最低 所以呢 你只要給它一加熱 你看它就再流動 這個BPSG就會再流動 就會軟化流動 流動之後就會變成比較平坦的表面 比較平坦的表面會游利於後續的圍影製程 我們下一個章節就會講一個資訊 現在的半導體都走向什麼呢 第一個低溫化 第二個平坦化 我們希望每一個表面都是平坦的 我們希望大陸的製程步驟都是低溫的 整個半導體製程現在是好像的低溫化跟平坦化 而所以這種BPSG 它雖然可以比較平坦一點 但它的溫度太高了 它的溫度都基本上還在七八百度行上 所以你看這BPSG竟然還要軟壞度 只為了讓它更平滑 表面更平淡 那後續的金屬化就更順利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都沒有在用這個 現在都不用它了 因為有CNP發展 變成怎樣呢 我表面高到DT沒有在爬 表面高低無所謂 我只要摩 就給它摩平了 因為CNP技術的發展 這次早期沒有CNP的時候 就會輸入這種再流動製程 現在有CNP我就直接讓它摩開下去 就摩承一個平坦的表面 所以這已經off-stake 已經是舊的東西了 所以 在0.25那頁之下 再流動已經無法滿足了 所以就不會使用再流動 都開始使用CNP了 所以你看 0.25跟0.35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是什麼 0.35製程之前我們先不講過 原件跟原件之間的隔絕 使用的叫做Locos 會有很大的高低差 到0.35的時候 改名叫做 STI Sero-Change Acceleration 而Sero-Change Acceleration 需要有什麼 製程技術來輔助 就是CNP 我們上禮拜介紹過 STI Sero-Change Acceleration 怎麼形成 挖了洞 撕下去之後 要填二氧化氣填進去 填進去完之後 有高有低 還要使用 發學機械也不把它摩平 那既然0.25就有這個製程技術了 當然0.25的後段製程 也就是MOSFET做完之後 把它封起來的捐層 一樣有高有低 有砸氣的路段就凸起來 那你如果拿它摩平呢 一樣有CNP 所以在0.25賣一摩平的以後呢 CNP這個技術就廣為使用了 所以各位學的帳筆 就會多一個帳筆就是CNP 在0.25之前就沒有CNP 0.25之後呢 CNP就會被大量的使用 有在shelow change 和後段的平暖化 都會使用到CNP 所以只都開始有CNP 平暖化就不再是問題 平暖化不再是問題 這些什麼熱金層的再流動 都在使用 好 我們加熱制程就介紹這邊 有退火 有擴散 有氧化 只是告訴各位 以前的加熱制程有這麼多 而現在的加熱制程呢 在幹嘛 大部分都只有退火而已 第一 不再使用 不再阿拉拉擴散 就只有退火 用來無化跟修補而已 不太使用擴散制程 也不太使用載流動制程 那還有什麼 氧化還是會有 你要氧化厚的絕緣層 你還是要 以及什麼氧化 高品質的絕緣層 高品質的絕緣層 要考慮氧化 成績出來的品質 沒有氧化出來的品質好 長出來的 比品質 會比額外疊上去的品質來的好 所以現在加熱制程 用在的時候什麼呢 氧化跟會有 比較沒有在用擴散 好這個章節到這邊 我們休息之後呢 我進入再到下一個章節 唯一支撐